3 sorry 抖音影片他没有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他根本就不好用 拍点新买的 骗我 本来我就打算在这边拍影片了 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无聊 每次我在这边拍 所以呢我就决定换地方 嗨大家 是不是觉得我的后面的板子不一样哦 今天就是要来开箱抖音同款产品 最近我迷上了抖音 然后我就一直在拍很多抖音 如果你们还没有follow我tiktok的话 去follow 所以呢我就看到了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今天老大给了我一句永恒笔 说不用墨水源的写一辈子 你们信吗 反正我不信 所以今天我要用它来写我粉丝的名字 把这只笔写完 可是你只有250个粉丝了 那我就把每个粉丝写一百遍 开始 这位叫墨基的同学 你的名字实在太难写了 我的粉丝名字终于写完了 但是这只笔还有好多没写完 是不是要一百万粉丝才能写完它呢 我的999万750个粉丝 等你找到我 我再继续挑战 这个就是那个永远写不完的笔 就是在抖音上看到 我觉得 嗯 然后我就买了下来 by the way 今天是 2020的第一天 就是1月1号 然后我就跟你们度过 然后希望新的一年里 大家开学快乐 这个呢我是在淘宝上买的 这个呢我是在淘宝上买的 然后是 然后这只笔是 29.83人民币 三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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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块人民币是 17.6 马来西亚钱 如果我在街上遇到一个 17块的笔 我是不会买啊 我买的是青色 我知道很稠 可是 嗯 它是最便宜的 如果是有一点重量的 蛮有重量的一支笔 然后呢 等一下它可以直接写的 诶 不是呢 我已经写了 只是叻 那个印浅到我 以为我没有写到 所以你们就看一下 你们要不要买啊 不是直接写吗 它是直接写的笔 所以这样子 哦可是 嗯 嗯 这就写哦 怎么这样 好像很不好用 诶 它是一个铅笔来的 然后 17块的铅笔 怎么这样浅呢 你们看到吗 很难看是不是 我自己也是很难看诶 我根本就是看不到 很浪费钱的这个东西 为什么那个介绍的抖音影片它没有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它根本就不好用 就是看不到这样子 然后你要很用力很用力写 我还打算买一个永恒笔 配一个永恒笔记本 然后我上大学就可以 新的一年新的开心 然后买一个我还很认真 我特地买了一个 Jaw Pen 然后看这个笔 可以多久写完 然后这个笔是不是 这笔呢 买了就是浪费你的钱 超不好用的 超不好用 17块一只诶 还17块一只 这种烂笔 我也是看到一个抖音影片 然后我就买了 这是一款用不完的本子 记录下来的笔记 扫描备份到APP上以后 可以随时随地查看 扫描后可以用纸巾沾水擦除笔记 重复插写500次 还跟新买的一模一样 又省下了一笔巨资 奈斯啊 开箱我们的永恒都写不完的书 这书我还没有开过 所以有 一只开咯 23块的书 诶 这样子很划算啊 那个书 嗯 很臭 这样子的 然后有一张卡片 用不完的本子写不完的乐趣 我不觉得写不完是一个什么乐趣 但我就觉得很新奇 为什么一个书可以写不完 很有quality的感觉 好 还有送一只笔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有多的特别 这样 ok 很臭 就不用讲很臭 就是普通的 哇哦 很特别耶 它的每一页都很重 就是很重 ok 你看 很特别啊 我没有动过这种触感的东西耶 呃 我要拿我的Dissue过来 可是我很难多耶 哇哦 哇哦 美解 可以 faceade 就是 0.3 还可以 使用 啊 OK 騙我 可是它這個後面是可以擦的 應該是用這支筆後面這個擦 還跳掉600次這個麥克風 OK 所以我們用一下普通的筆 然後看一下它會不會也是可以擦到 它講這個書是防水的 OK 我們試一下 你不是防水會有整本書就試完了 它有一頭水還在上面 防水 很棒耶 它防水 可是它依然是擦不掉的 所以還是要用這支筆是嗎 不是耶 它擦不掉耶 OMG 它擦不掉耶 那你就不是永遠用不完的本子啊 但它就死都只能用這支筆寫 你懂嗎 所以抖音的產品有時候真的不可以信 喔 它講用不完的本子喔 只有這本書加上這支筆 才算是用不完的本子 因為它就是很好擦 就是你一直擦一直擦喔 它不會損掉它不會浪掉 為什麼有一種被騙的感覺 這數呢 你差500下的都不會爛掉 500是嗎 它破洞了喔 OMG 原來後面也是爛掉喔 我完全 我肯定沒有擦到500次 我最多就擦那20次吧 我給它的評語頂多就是 比普通的本子的字體好一點 並沒有講到這樣神賢喔 就是什麼 我這樣擦都不會爛啊 用不完的本子啊 值不值得就看你們啊 我覺得不值得 OK 我以為我自己拍完了 然後才發現原來我錄了一個細節 就是你可以 所以我終於想得通 為什麼它講它是用不完的本子 因為可以掃描進你的手機 然後掃描夠你擦掉你再繼續寫 呼 現在幾點了 好 凌晨 然後下載那個APP 所以很像搞不到我榜台業配這樣 我只是不想要給人罵 哦 就這樣子啦 就直接scan OK OK 很方便一下這個APP 我試一下如果用普通的紙 應該也是可以scan的 應該拿不到在裡面了 嗯 而且你還可以 變顏色 改顏色 登登 可是我還是不鼓勵你們買 因為你用普通的紙 也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我就覺得說這本紙 不買都買啊 而且它是防水的 我是不是應該prank人呢 所以呢我就有了一個prank 然後這個prank呢就是prank我的表格 講prank呢就是 我讓他們全部來業配那本書 就假裝那個書是一個業配 現在呢就全部人在講那個書的優點 然後他們全部都不要出鏡 所以OK fine 然後呢到它的時候呢 我們就 哇 這個紙超滑啊 寫起來超級盛 哇 很多頁面 大概有300多 OK 我的餐買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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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餐買到 你什麼呢 OK 嘿 你什麼呢 It's a prank 我會記住你的 我會記住你的 哈哈 OK 我看了我的影片 我會記住你的 我會記住你的 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結束了 然後我一點都不開心 這兩個東西簡直就是 那個筆真的是完全浪費錢 哦它還有一個功能呢 這個書就是很容易撕 連這個都騙我 我 OK 它是死不乾的 所以我以後都不會再相信這種什麼黑科技的東西 不是 嗎 你不要別忘記 拿牌 被黑科技 你看到 是